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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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人数达到了54万4500人 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万2500人 值得一提的是 来中国留学的学生总人数也达到了44万人 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黄金时期 中国的出国留学呈现出以下趋势 出国留学人数稳定增长在2008年突然加速除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 另外一个原因是出国热已经蔓延至中小城市 自费出国留学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90% 至今主要来自父母和亲友的赞助 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国为 美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加拿大 德国 日本 韩国和新西兰 其中2016年 60%的留学生前往美国留学 人数为328,547人 其中在中小学就读的小留学生人数为33,275人 在美国学习的国际留学生约为100万人 中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一 美国共有3,026所四年制大学和学院 中国留学生和高校的比例为97比1 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方向集中在STEM和工商管理 STEM是英文缩写 代表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以留美学生为例 42.7%的学生选择STEM专业 24.3%选择工商管理 2016年中国在加拿大的留学生人数达到了118,915人 占出国留学生总人数的21.8% 其中618,08人在大学学习 加拿大共有346所大学和学院 中国留学生和高校的比例是178比1 中国在英国的留学生人数保持稳定 2016年为91215人 其中在中小学就读的人数为7990人 英国共有130所大学和学院 中国留学生和高校的比例是640比1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数保持稳定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数保持稳定 回升态势 2016年约为9万人 其中75600人在大学学习 澳大利亚共有43所大学和学院 中国留学生和高校的比例为1758比1 中国在新西兰的留学生人数保持稳定 中国在新西兰的留学生人数保持稳定增长 2016年为35415人 其中28200人在大学就读 新西兰共有36所大学和学院 中国留学生和高校的比例为783比1 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保持稳定 2016年为98483人 其中四分之三在大学就读 日本共有778所大学和学院 中国留学生和高校的比例为95比1 中国在法国的留学生人数保持稳定 2016年为28043人 法国共有83所大学 中国留学生和高校的比例为337比1 除此之外 中国留学的另一趋势是 第一年龄的留学群体日益庞大 这其中蕴藏着许多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值得学生家长和全社会的关注 在法国的邻属下室 的研究 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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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